杭州西湖因其秀丽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而闻名于中外,被誉为人间天堂。 景区内的群山高度都不超过400米,环绕着西湖的南、西、北三面,其中的吴山和宝石山犹如两只手臂,一南一北,深向市区,构成了航城优美的空间轮廓线。 景区总面积达到49平方公里,其中湖面占据了6.5平方公里,湖泊是景区的核心,曾被称为武林水、前堂湖,而后在宋代才得名为西湖。 西湖景点有西湖石景、新西湖石景和三平西湖石景的说法。 首先,先跟着我们的摄像机看看西湖石景。 一区院峰河,区院峰河是一个拥有三大看点的景点。 首先是西湖区域品种丰富的荷花,包括红莲、轩莲、白莲、虫台莲、洒金莲和并地莲等61个品种。 其次是江南园林的真山真水,以及悠久的南宋玉酒文化。 夏天的曲院峰河呈现出壮丽的景象,荷叶连天,荷花艳丽。 二双峰插云,西湖周围的山脉中,海拔最高的是412米的天竺山, 分成南高峰和北高峰,被称为双峰。 南高峰海拔257米,登山途中充满了俊严绝壁。 从山边向东府看,可以一览西湖的全景。 北高峰海拔314米,位于陵影寺的后山,需要攀爬数千级石剑。 三流浪文英,流浪文英是西湖石井之一,位于西湖东南岸的青波门。 它是一个以春花为主题的大花园,分为友谊园、文英园、巨景园和小南园四个景区。 柳丛中点缀着紫南、雪松、广玉兰和梅花等各种一亩名花。 四苏迪春晓,苏迪是西湖的一个著名景点。 沿着苏迪从南端入口一路北行,经过应波桥、索兰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最后到达跨洪桥。 这条路两旁种满了各种名贵花木,如芙蓉、桂花、玉兰、家竹桃和樱花。 特别之处在于,每隔一定距离都有一株杨柳或一株桃树交替开放,形成了美丽的景观。 固有苏迪景致六吊桥,加猪杨柳加猪桃的说法。 五段桥残雪,断桥残雪是以欣赏雪景为主题的景点。 因其背靠山城,位于里溪湖和外溪湖的分水点,因此视野开阔是赏西湖雪景的最佳地点。 每当瑞雪出晴时,桥的阳面已经雪消化,呈现出雪残桥段的景象,而桥的阴面仍然覆盖着白雪,被称为断桥不断。 这里传说是白娘子和许仙借散定情的故事发生地。 六,平湖秋月,杭州西湖一直以来都是观赏月亮的最佳地点。 在白堤西端,有一个月光清晖的地方,被称为西湖石景之一的平湖秋月景区。 这个景区背靠着孤山,面临着外湖,包括玉碑亭,水面平台,四面厅,八角亭和胡天一碧楼等建筑。 由于它的宽广平台,视野非常开阔,是观赏月亮的一流圣地。 七,雷锋西照。 雷锋塔观赏西湖全景,有着独特条件。 它所在的西照山,山高48米,地处西湖南岸,山体向北突出于湖面,与西湖水域可谓山水相连,却又保持着一段距离而远近始终。 雷锋塔通高七十多米,登上塔顶,相当于站到了一百米以上的山顶。 在此观看西湖全景,以从南往北为主,尖可东西两看。 由于距离适度,因而可以相当真切地看,又由于看的角度随个人喜好所处的境界自然宏大丰富了。 近处可看南平晚中,花岗关羽,苏迪春晓,三坛映月,流浪文英,隔湖较远,可看曲院风和,平湖秋月和断桥残雪,双风插云,堪称一景看九景,九景看一景,而且角度情趣之独到至极。 神奇之塔,飞塔莫属。 八南平晚中,南平晚中是西湖的一个著名景点,有一个高三米,重十多吨的虫柱青铜大钟,钟面上柱有六点八万余字妙法莲华经。 每到除夕之夜,许多市民和游客都会聚集在镜瓷四中楼内外,举行新年壮中除旧迎新的活动。 当地一百零八声钟声响起,正好标志着新年的开始。 这一活动象征着祥和、欢乐、安定和团结,为古老的南平晚中注入了新的含义和魅力。 九花岗关渝,花岗关渝位于苏迪南段以西的花岗关渝公园,坐落在西里湖与小南湖之间的一块半岛上。 这个地方曾经是南宋内室关卢允生的四家花园,名为卢园。 因为花家山的溪水经过这里流入西湖,所以被称为花岗。 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都对花岗关于情有独钟,康熙还提写了景名, 乾隆则作诗赞美,花家山下留花岗,花浊于身于作花。 最是春光翠西子,底须秋水雾南华。 十三坛印月 三坛印月是位于小盈州岛上的经典景点,于十七世纪明万历年间由堆土而成。 这个岛城湖中游岛,岛中有湖的田字形格局,是江南水上园林的典范。 整个岛上有亭台楼阁,搭配传统的花木,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景致,与周围的水光云天相应成趣。 宛如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蓬莱仙岛。 这些景点共同构成了杭州西湖独特的风景,吸引着游客和文化爱好者前来欣赏和体验这片人间仙境。 接下来,请继续跟着我们的摄像机观看新西湖石景。 1. 宝石留侠 如果您想欣赏千姿百态的石景,建议您前往宝石山。 这座郁郁葱葱的山岭,虽然海拔不超过200米,但它的山形如同西湖的一道美丽轮廓线。 宝石山的秀丽山是以宝处塔为主轴,位于西湖北岸,为人们观赏西湖在晴雨阴会日出日落时的最佳地点。 2. 黄龙吐翠 黄龙吐翠位于西湖北山七峡岭北路。 相传在宋代纯幼年间,一位名叫黄龙山和尚前来此地见寺。 一天,黄龙突然从山中飞出,山岩破开形成了一个洞口,清泉从中涌出,因此得名黄龙洞。 这个地方的竹子茂密,竹竹郁郁匆匆,因此被称为黄龙吐翠。 3. 云漆竹境 云漆位于五云山下的云漆屋内,景点入口位于梅陵路。 这个景区以其美丽的竹景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而闻名。 清代诗人陈灿曾写下万干绿竹影参天,汲取山西烟细泉的诗句,恰如此景区的自然之美。 4. 满龙桂雨 杭州少年儿童公园满龙桂雨公园,是一个极休闲和娱乐为一体的大型生态游乐园,位于虎袍路61号。 这个公园不仅提供大大小小的游乐项目,如峡谷漂流,蝙蝠飞车,旋转木马和四地电影, 还可以在不高的山上漫步,涉足不深的水中,感受桂花和香草的芬芳,老少皆宜,充满了乐趣。 5. 虎袍梦泉 虎袍梦泉位于西湖西南的大慈山白鹤峰下。 这个景点以一拳二四三高僧为主题,融合了神话与现实,提供了一个充满悬念的游览体验。 从外围到内部,游客沿着一条纵深游览线,处处充满了惊喜和神秘。 6. 九溪烟树 九溪是一条长约五千五百多米的河流,源头位于杨梅岭,从北向南流经各个小溪,最终注入黔塘江,因此得名九溪。 它吸收了无数的小溪,被称为九溪十八件。 四季之间,九溪的景色各有特色,春天有野杜鹃盛开,夏天有绿荫和幽静,秋天则是红叶满山,冬日雪景如画。 7. 乌山天峰 乌山见证了杭州的诞生和西湖的成长。 乌山坐落在海湾上,以城隍阁为巅峰,其壮丽气势堪比黄鹤楼、岳阳楼和藤王阁,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楼之一。 它是游客登高欣赏景色的碧游之地。 8. 软墩环壁 软公敦是西湖三岛之一,虽然面积最小,但是它的野区和自然风光堪比其他岛屿。 这里四周被避水环绕,外围郁郁葱葱。 宛如一座翠绿晶莹的水上园林,充满了浪漫和诗意。 9. 玉黄飞云 玉黄山上的树木繁茂,景色各异,四季胶体山色不同。 春天,山上盛开的野杜鹃如飞红云霞,夏天,山林更加优深,秋天则是绿叶逐渐变红,冬季则满山银庄粗果。 雨中,这里常常有神秘的云雾缭绕,仿佛仙境一般。 10. 龙井问查,西湖有三大名泉,包括虎袍泉、玉泉和龙井泉。 其中,龙井泉最有趣,因为它会在井泉中形成龙虚的奇妙现象,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 龙井不仅以名泉、名井著称,还以著名的龙井茶而闻名。 这种茶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首,特别是以使用湖泡泉水冲泡而成的龙井茶,有着西湖双绝的美誉,具有色绿、香芋、行美、胃干等四大特点。 被誉为茶中的极品。 这些新西湖的十大景点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体验,每一处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游客和文化爱好者前来探索和品味。 在这些美丽的景点中,您可以感受到杭州的宁静和诗意,领略到西湖的独特之美。 不论是欣赏自然风光,品味茶文化,还是探索历史传说,新西湖都能满足您不同的旅游兴趣和期待。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